好 明天李美貞的部分 重大咖 國民黨大咖 要來幫李美貞站台 但唯獨少了一個人 但那個人生氣了 好 就是吳敦義 我們來看一下吳敦義說什麼呢 他很生氣 為什麼呢 他有點哀傷 他沒有被排進高雄的浮選行程 他就有一點嘻哺哺說 江啟臣又不是陌生人 怎麼沒有找我去 如果他有提的話 我當然可以考量行程安排 但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這樣的安排 沒有這樣的安排好 重複兩次 原子 你們怎麼沒有找人家 當主席去 對啊 怎麼漏掉了 趕快安排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吳敦義以前做過高雄市長 然後我相信他在高雄市 那邊應該還連人脈 然後他今天這樣子表達的話 那我覺得江啟臣 主席跟李美貞可以 鄭銘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 看用什麼適當時機 請吳敦義上台這樣 真的嗎 好 那頌大哥 你覺得為什麼吳敦義沒有去 我是覺得吳敦義去的話 會喚起高雄很多人 尤其國民黨的心情 當年國民黨在高雄是不敗的 高雄為什麼 在誰手裡失掉的 就是吳敦義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吳敦義去 這是一種哀傷的氛圍嗎 這讓人家這個 異苦失甜 然後想到原來當初吳敦義 就是在吳敦義手裡 從此高雄就跟吳敦義 跟國民黨完全沒有關係 我覺得搞不好 陳其邁比較希望吳敦義去 有可能喔 不過一樣是黨主席 這個命運 也是一則一席一則一憂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徐永明涉攤 時代力量五年之內 十二個人全部跳船 明星隊代表隊幾乎都跑光光了 只剩下黃國昌 黃傑跟王婉鈺等人來撐場 那麼很多人就說 時代力量從2016年 第九屆立委選舉 出事提升 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總共獲得五席立委的席次 當時包含了各項名義 還有選民支持度 如日中天 很快就跑到第三大黨了 但沒有想到短短四年 還是說四年還不到 怎麼變成這樣子呢 好 我們來問問看正好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早就 裡面就有一些不合的傳言嗎 大家的退黨 真的是因為徐永明 這一次才退黨嗎 徐永明是個藉口 就是藉由這一次趕快退黨 因為他們裡面 把就分兩派 一派是林昌佐 跟洪慈庸的一派 一派是黃國昌跟徐永明一過 那林昌佐跟洪慈庸的 他們的概念是說 要跟民進黨做多邊合作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認為 畢竟他們統一的對手 是國民黨或藍營 那他們在光譜上 跟民進黨比較接近 所以在不管是政治上 提案上 要跟民進黨多合作 那徐永明跟黃國昌的立場是說 我不管什麼什麼 什麼民進黨國民黨 反正我看到不爽 我就要罵 那他們的立場是這個東西 那我不能說誰對誰錯 這就是一個小黨路線之爭 可是問題是實在地上 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就是說以黃國昌為例 他們過去去罵人家都罵得很大聲 可是遇到自己的時候 非常非常小聲 譬如說黃國昌過去怎麼罵人家 不要講密室協商 就立法院的政黨協商 就是有一次畫面很經典 就是柯建民 然後跟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在一個房間裡面 做政黨協商 黃國昌就直接開了直播 然後就衝進去打開說 結果在做什麼 你們密室協商 你們黑箱作業 然後就罵了一頓 可是問題是時代力量 這一次在紀律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不是就傳出來嗎 要求大家簽保密協定 還要簽本票 你如果洩漏的話 本票要扣錢 你是時代力量 你紀律委員會 我沒有要求你直播公開透明就算了 就你還說大家一定要保密 還要保密 還要簽本票 他不是說要公開透明嗎 他不是反對所謂的密室協商嗎 他不是反對所謂的黑箱作業嗎 那這些事情黃國昌有沒有吭聲 沒有 他就是貼一篇臉書而已 就會讓黃國昌的政黨性完全不足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包含 其實我觀察到一個點 二零一八年時代力量 在臺北市提五席 有一些當然是大家比較熟一些 林穎夢等等的林亮君等等 可是問題是有些大家比較不熟 包含蕭新盛 內湖南港 其實這五席全部都退黨了 因為這五席其實就是 那時候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四黨部主委是林長佐 所以這些人都是屬於林長佐派系的 所以時代力量在這個事件 正式被裂解 那未來大概也沒有什麼 什麼可能性或未來性 很簡單 因為你一個小黨走青年路線上來 你一個小黨唯一的路線 就讓年輕人相信他 結果這次全部毀掉 所以時代力量大概下一屆 大概就看不到時代力量的版圖了 好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阿范老師 因為包括這個Doris就說 就是林長佐的太太 他說只剩下我還沒有退 只剩下我一個人 因為最近一年來 就有十個時代力量成員退黨 那麼林長佐的太太Doris就說 結果只剩下我還沒退 所以范教授是還沒退 可能要退了嗎 接下來會不會造成滅黨危機 看到就是現在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都開始在跳船了 這個跳船潮 當然最後這個黃捷是沒有退黨 他算是止住了 否則他如果連他都退了的話 可能影響會非常大 那我覺得實在力量 他還是有他的一個存在的意義跟價值在 因為他終究是在綠營當中 他是非常強調的是本土 然後非常強調等於說在綠營當中 對民進黨產生某種的制衡 那我們也知道民進黨最近也發生很多事情 也很多綠營的人是其實蠻失望的 那他可能就會投去投時代力量 我覺得時代力量 並不如大家所說的那麼的悲觀 因為他終究還是有他的 基本的立場跟態度 那相對於台灣民眾黨 我認為台灣民眾黨 是根本就沒有什麼立場 他就是說你不喜歡民進黨 不喜歡國民黨就來選我 他的方向是什麼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的價值觀是什麼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時代力量 他是有存在的空間 只是說今天遭遇到這麼大的一個挑戰 跟挫折 的確會讓很多人灰心 喪志 那我覺得他現在是怎麼樣 暫時止血 那止血之後重新站起來 不過因為這是的確 包含像這個 許有明他的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目前來看 雖然他又被交爆了 表示他的 在裡面這個共犯結構當中 他是比較輕微的 可是還是重創了時代力量 過去的形象 剛剛大家都講了 他過去是以清廉著稱 他以強力的質詢為他的代表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是一場戲而已 那因此他怎麼樣重建支持者的信心 特別是時代力量的大部分是年輕人 對他比較欣賞 因為他有點打破過去的既有體制 而且他是在二零一四年 太陽花學運當中所崛起的 可是未來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上一次的立委 四年前的立委 當時包含像林長佐也好 包含像洪池庸也好 他們都是民進黨禮讓出來的 那後來加上他的部分區 那我們看到今年一月十一號 他已經完全沒有區域立委了 只剩下部分區 那部分區表達是說大家對他的價值 對他的立場還是肯定的 他這次的部分區還比上一次多了一席 他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要怎麼樣重建 特別是年輕世代對他的信心 重建他時代力量的價值 我認為他未來還是有一席之地 所以人跟人關係很微妙 更何況是國跟國之間的關係 最近很多人就講說 這個美國 中國跟台灣 這三者之間出現了一個 很奇妙的平衡感 我們就來關心這個最新的報導 美國財政部針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等等11個中港官員祭出制裁 什麼樣的制裁 我們先來看 好 我們最近看這個台灣 跟美國之間的友誼 最近可以說是來到了新高點 那不只明天 川普指派了美國衛生部長 要來訪問台灣 來見總總蔡英文 那美國還要賣給台灣 好幾項的防衛武器 包括過去只有賣給一些 親密盟友的無人機 好 很多人都說這個擺明 就是不給中國面子 因為外界都在看 美國對中國破壞香港自治 現在做出了制裁 那裡面呢 習近平身邊的大咖人物 好 現在也被制裁囉 我們現在呢 趕快請顯瑜來推敲一下 到底美國針對中國的 這些最新動作 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選舉呢 好 確實喔 主持人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這個新聞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這個消息 可能讓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真的是鼓掌叫好 就是川普 我們剛剛也看到 終於開閘了 美國財政部長 Steven Mnuchin 昨天在聲明中宣布說 美國財政部援引了總統川普 上個月發布的行政命令 正式制裁了包括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在內的十一位的 中國還有香港官員 指控他們壓縮香港的政治自由 那制裁的內容就是 這十一名官員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全部被凍結 同時呢也禁止美國的任何實體 跟著十一人進行相關的交易 另外呢這十一人當中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 那就是我們剛剛也有看到了 畫面下面這個夏寶龍 他是習近平派系的 浙江幫的成員之一 而且呢是這一次 制裁當中層級最高的中共官員 而且不只美國的財政部有動作 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 他也加碼開槍 他在推特上面說 香港人民遭受中共的壓迫 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還有美國參議員Marco Rubio 他針對這個制裁 他是大力的按讚 並且批評林鄭月娥 甘願當中國共產黨的棋子 除此之外呢 川普也簽署了兩道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企業或者個人 跟TikTok的母公司 也就是字節跳動 還有微信的母公司騰訊 來做任何的交易 這個命令會在頒布之後的 四十五天生效 禁止的理由就是 微信會自動截取 大量的使用者訊息 這些數據就讓中國可以取得 美國公民的個人資訊 還有TikTok則是容易被用來 散播假的訊息 只不過說到這些制裁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點可惜的是 林鄭月娥她就說 她在美國沒有財產 未來也不打算到美國 這個制裁對她來說不痛不癢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 不知道接下來美國 還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讓林鄭月娥 嘗到一點苦頭 同時我也要請教 范老師請問就是這一些剛才的制裁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以及之後美國對中國 還有沒有哪些招數可以用 可以比較打到中國的痛點 他這次當然很多中國的高官 他們在美國都有財產 包含像夏寶龍這些人 他的家屬 甚至他的二奶 很多都在美國 所以這次美國的財政部 不但公布了這些這十一個人 而且把他們的地址 他們的身份證字號 他們的護照號碼 還有他們的護照的發出的時間 還有他們的到期的時間 全部一次的公布 那因此這個等於說是把這十一個官員 他們的隱私完全的公開了 那我們看到當然 這個對於中國的高官是有影響 但是對於在香港的官員 因為包含像這個律政司長 保安局長 警務處長 他們的財產可能很多是在英國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包含連林鄭月娥 本身都有英國國籍 他的家人也都有英國國籍 所以我認為依據五眼聯盟 就是我們知道了五個講英文的國家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五眼聯盟 他們本身就是針對中國的滲透 他們再聯合起來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聯盟 美國應該要求英國對於香港這些高官 他本人跟家屬在英國的財產凍結 這個我覺得才會真正的打蛇打到七寸 還有要撤銷他們的英國國籍 所以我們看到黃志豐已經出來講了 你們這些高官 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官 你們一方面服運於北京 第二個你們的本人跟家屬都有英國國籍 他呼籲他們放棄 可是這些英國這些高官 這個不去理睬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當然香港的民眾是很高興的 何韻詩他公開說香檳已經缺貨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過於樂觀 我覺得怎麼樣讓這些香港高官感到擔心緊張 還是美國跟英國要合作 好不過我想還是先問一下范教授好了 就是他這一次其實點名了十一個人 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這十一個人裡面 特別找習家軍的副手 你斷他右手臂 裡面這一個很重要 夏寶龍他其實很大咖 雖然他是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主任 聽起來是跟香港有關係 但是你特別點名他 直接就說好我制裁他 這個是要給習近平一個教訓吧 夏寶龍是一路跟著習近平 特別是習近平在當浙江省委書記 他是跟著他 後來一路提拔到中央 他又回到浙江來當浙江省委書記 他他任內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把浙江省所有的天主堂 基督教的教堂 外面的十字架全部打爛 那這個事情背後沒有習近平支持 他敢做嗎 滅宗教到這個程度 對 這是犯天下的大不惠 夏寶龍他是叫之江新軍 就是習家軍 那他今天被當作這個港澳辦公室主任 其實他這個官階看起來是主任 他的正部級的 那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說習近平一直無法控制香港 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江澤民系統 曾慶紅體系 他們在那邊操作 甚至很多人認為這個反送中或雨傘革命 也是他們在背後裡面在那邊燒 故意讓習近平說你的治港能力失敗 所以他現在要把夏寶龍放在港澳辦主任 把這個洛惠寧擔任這個中聯辦主任 他的目的就是我習近平 我的手要直接掌控香港 你大家還記得嗎 前年這個港深澳大橋通車的時候 習近平竟然不敢到香港去主持 通車典禮 這個典禮最好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 那為什麼不敢去 不敢去 只有在深距 也只講了一句話 港深澳大橋通車了 就走了 大家都嚇一跳 為什麼不去香港 因為他怕香港有反對他的人 他怕江澤民系統的人 會不會在裡面按插殺手 對他不利 他不敢去 所以他現在終於把香港 牢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裡 所以未來他才有可能去香港訪問 所以我們知道說過去 因為習近平想要統治香港 他都會派身邊的一哥一姐 我們都知道是非常凶狠的人物 來到香港 所以這次美國這個部分 直接抓他制裁 對他來講 對習近平來講 真的是很沒面子 包括了川普簽行政命令說 45天之後禁止美國企業 跟TikTok抖音 還有騰訊交易 鄭浩 這個東西很大條 為什麼美國會突然下這個行政命令 應該這樣講 什麼叫做45天之後禁止交易 就是你所有交易給我在45天內完成 這個行政命令應該反過來看 很簡單 因為他們美國現在對抖音 是完全的封鎖 那微軟說要買 那我們都知道企業整併 其實很複雜 有很多大律師是專門做企業整併的 裡面牽扯利益很多 剛剛也很多 然後股份要怎麼簽 股權要怎麼簽 沒有拖個一兩年是搞不定的 可是在川普立場 我今天進行抖音兩個吧 第一個是國安問題 第二個什麼 是我要選舉 我要進你抖音 我選舉要得票 我如果讓你搞個一兩年 然後微軟才合併抖音 我都落選了還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45天很清楚 你如果要整病的話 你就是45天內給我搞定 那你45天站在抖音的立場 如果我45天要賣的話 誰壓力大 那就變成是抖音壓力大 我微軟就移代了 你要嘛就不賣 如果45天要賣 那所有權力都聽微軟了 所以川普這個行政命令 下句話是什麼 希望任何交易都可以給美國政府 有部分的回饋 換句話說 他除了殺抖音之外 殺毛還說有一塊肉要拿回來 那這東西也是都是在幫川普造勢 所以說其實整個局面很簡單 就是說當中國因為疫情惹毛了 全世界包含西方國家 再加上川普現在有選舉的壓力 美國現在討厭中國人是72%或73%的 美國人討厭中國人 但只有20%幾的美國人是喜歡中國人 所以說現在整個討厭中國情緒 在美國已經沉了 所以說對於抖音來說 對於反中來說 對於壓制中國來說 在美國不可能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譬如說八月六號的時候 美國參議院才宣布抖音 所有政府設備不可以用抖音 那這個是大家都高票 通過共和黨跟民主黨共識 所以說未來抖音或中國企業 在美國只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那你要怪誰呢 要怪就去怪習近平 誰叫你在中國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就跟美國開戰 剛剛鄭浩講的我真的是沒有錯 就是現在美國的反中情緒 反華的情緒真的很高 百分之七十的這個美國人 都對中國真的不太可能有什麼好感 那其實現在美國跟中國的緊張關係 官方與官方的關係 是緊張關係升溫 不過美國跟台灣 就好消息啦 是友誼是越來越熱了 我們就來看到左邊這邊 美國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顯然是完真的 美國衛生部長Alex Azar 明天就要來訪問台灣了 他將會代表美國總統川普 敬見蔡總統 並且當然也會拜會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衛福部 以及我們防治武漢肺炎的醫護專家 還會參訪我們的口罩國家隊 就是睽違六年之後 第一次的這個有美國的內閣級官員訪台 同時也是台美一九七九年斷交以來 最高層級的內閣級官員訪台 那好 中國對此當然又不開心啦 警告美國說不可以向台獨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而且這個不守信用 強行通過了港版國安法的共產國家 現在竟然好意思 要美國去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還重申了這個中美聯合公報 總之好就是北京正常能量釋放 而且其實Alex Azar 他跟阿中部長算是老朋友了 在二零一八年兩年前 陳時中就曾經到美國衛生部 去拜會Azar 而且Azar還在推特上面 放上了他跟阿中部長的合照 然後到了今年四月 兩個人又講電話 講了半個小時 Azar他除了代表美國感謝台灣捐贈口罩以外 也承諾要協助爭取台灣擴大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之後他也真的在WHA的世界衛生大會上力挺台灣 他說什麼呢 他在發言的時候強調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 不能夠為了政治而被犧牲 另外我們來看到 現在也有報導指出了 美國準備要賣台灣四架海上衛士 Sea Guardian的這個無人機 海上衛士它的航程可以達到六千海里 也就是一萬一千多公里 這遠超過台灣我們現在的無人機隊 航程只有一百六十海里 也就是大約三百公里 而且化重點了 這個無人機不是誰想要就可以賣給誰的 這款無人機美國只會出售給像是五眼聯盟 英國澳洲還有日本跟韓國這些少數的親密盟友 只不過就怕這些官方對官方的一些交易 有節外聲之 所以目前對於這個軍售案 美國跟台灣政府目前還沒有任何的公開評論 那美國國防部長Mark Gaspard 他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跟中國的國防部長魏鳳和通話了 討論什麼呢 兩國的跟兩軍的關係 魏鳳和他針對南海 台灣以及美國對中國污名化 表達了中國的立場 要求美國停止錯誤言行 好 但是Aspur當然也不是被嚇大的 他說美國對於中國在台灣 還有南中國海附近破壞穩定的活動 表示關切 同時呢 他也提到了華為 提到了北京當局鎮壓香港等等議題 那另外就是我國陸軍向這個美國採購了 M142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的軍售案 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了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呢 那下個月之後就會有結果 另外王定宇就說了 如果台灣具備這項遠程打擊武器系統 將可以有效的打擊中國東南沿岸距離台灣 五百公里內的軍事集結地區 還有機場 可以大幅提升我們的嚇阻能力跟距離 那另外當然也要看到 美軍是在台灣時間五號的時候 試射了義勇兵三型洲際飛彈 隔天Mark Gaspard 國防部長他更明確地指出 美國當然沒有再怕 他話講得很壯 他說該跟中國戰鬥就要戰 而且要打就要贏 我們一起來看試射現場的畫面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讓中國非常生氣 因為美國又要對台軍售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川普七度對台軍售 總共3980億台幣 好 這樣的動作 真的是踩到中國大陸紅線 不過川普踩紅線 也不是第一次了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次真的是蠻厲害的 無人機 美國嚴禮要賣給台灣 四架海軍版的MQ-9無人機 航程可以飛七次的太平洋 那很多人就說 無人機厲不厲害 多厲害呢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無人機厲害的部分 航程可以達到一萬一千公里 他去把伊朗的蘇萊曼尼 就是伊朗革命軍的第二號領袖就炸掉 那他怎麼炸掉 蘇萊曼尼在他的吉普車上 然後無人機在高空 兩千公尺或三千公尺 你根本看不到他 然後丟了一個地獄火 從蘇萊曼尼的後車廂 鑽進去把蘇萊曼尼炸掉 結果蘇萊曼尼只剩一個手指頭 上面有個戒指可以判別他是蘇萊曼尼 所以無人機這個東西 其實坦白說我們看到這東西 很多軍事民是很興奮的 很簡單 第一個他的攻擊性很強 就像他可以斬首於無形之中 第二個他跟無人機 我們想像說無人機不一樣 不是有個人遙控 而是那個人可以在千里之外 比如說我們這個無人機遙控基地 可以在宜蘭可以在花蓮 然後在美國來說的話 他是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就是一個人就像公務員一樣 就進到一個無人機的機艙裡面 然後開始遙控這個無人機 然後就遙控八個小時開始監控 可是他監控可能是在伊朗飛的無人機 所以說未來台灣對於這個東西的巡航能力 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那至於有沒有掛彈 現在還不確定 可是聞到一個味道 就是說過去我們美國對於台灣軍售 都有兩件事 第一個都賣給我們比較過期 比方說過期的武器 可是現在賣給台灣 都是美軍正在用的武器 就是當期的 第二個是說過去 美國對台灣軍售都是怎樣 都是防禦型的 就是說他一定程度 希望說我們的武器 不要有破壞這個海峽兩岸的平衡 可是現在是攻擊型的 現在都往攻擊型賣 這個差別非常大 比如我們以前F16油箱是不夠的 我們沒辦法飛到中國 或是我們自己即便研發的武器雷丁兩千 我們射程只有六十五公尺 為什麼 不是我們做不到 是美國跟我們講說 你不可以射超過海峽的東西 海洋中間是一百八十公里 那我們的雷丁兩千六十五公里 不會破壞這個海峽的平衡 可是抱歉 現在美國賣給台灣的 全部都是攻擊型的武器 趁這個時候 現在還有人說什麼軍費太貴 什麼 你不趁這個時候勒索美國 趕快去跟人家 要一些攻擊型的武器 趁川普要選的時候 趕快跟他 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 你不在這個時候 趕快拿的話 以後沒這機會了 好 而且人家說 這個台灣有望買進 海馬斯火箭系統 王定宇說 可以打擊中國沿海的基地 那我們知道這一些 比較攻擊型的武器 過去美國都是賣給好朋友的 創下哥 所以是代表說 美台之間的情報合作 是不是又該更進一步了 其實這個東西就叫做 美國確定的告訴中南海 一件事情就是 不顧北京反對 所以不顧北京反對 部長一定要來 然後過去的時候 八一七公報 那時候給的一個承諾是什麼 賣給台灣武器 是維持台海均衡 絕對不會超越到台灣現有的軍力 但是從剛剛的MQ-9到海馬斯 那已經是改變了台海均衡 尤其是海馬斯 海馬斯這個多管火箭 它的射程最高是480公里 所以我們台灣海峽 在我們只要順著 濱海公路 高速公路 400公里以外就是 整個大陸平潭 福建隊我們的六個空軍基地 那些港口 如果你真的要開始在這邊集結 要千機騰空 要萬船齊發的時候 我們不會等著你 過了台海中線 我們才攻擊你 你要出港 你要起飛 這樣的海馬斯都可以打過去 而這樣一個多管火箭 就叫精準 所以它的射程是 讓我們的境外防禦 不見得是你已經靠到這邊 叫做攤岸殲滅 而是源頭殲滅 所以這才是給這個海馬斯 最重要的原因 然後過去的時候 我們當然過去 我們有多管火箭 雷霆2000 但是雷霆2000是放在岸邊 那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據點 比如說今天你可能要偷襲 我們的帶水河口 所以我們可能在萬里 在什麼地方 擺了這個雷霆2000 射程是二十到四十 但是今天 如果我們不知道 你要萬船齊發 但是在高速公路上 海馬斯它是車動的 跑來跑去 你往苗栗打 我就往苗栗過去 它的時速 車子的速度 可以達到七十二公里 很快可以過去轉移 我一停下來 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雄二雄三 我們雄二雄三 已經改的不是只有在船艦上 我們有很多貨櫃車 也是雄二雄三 那個叫做海風中隊 所以就是海風中隊 配合著我們這個海馬斯 將來有個方法的話就是 你只要離開廣東福建沿海 從平潭兩百公里之內 都在射程範圍內 讓你要渡海 要攻擊台灣是有困難的 然後回到剛剛MQ-9裡面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在這個軍購裡面 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送給我們重型魚雷 還有魚叉飛彈 還馬那個MQ-9再怎麼樣 他帶著那個精準雷射導引飛彈 那就是斬首用 他也沒辦法打掉一艘船 因為那個就是打掉一個人而已 但是他在上空巡迴 十五個小時到二十個小時 整個台灣海峽一萬一公里 他在這上空一直在巡迴的時候 是下面的所有東西 統統很清楚 那他真正厲害在哪裡 是上面美國有很多間諜衛星 美國有很多全球英的無人機 還馬那個MQ-9 所有的資料鏈的整合 是非常幾乎是real type的集合 所以剛才講的 上次狙殺那個蓋達祖師 那個是在馬里蘭州 他在中東被擄中東 一萬一千公里之後 他的資訊快的是 我是在馬里蘭州 他們那時候有那個畫畫面 兩個兵坐在那邊 跟打電動一樣 打電動一樣 可是周恩正給我們的是 如果他沒給我們這東西是 將來如果要給我們用這些東西 所以美國全部最新的 暫時通訊資訊的掌控 這些技術我們顯然也會得到 好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美國的衛生部長 在明天就要來到台灣了 川普會不會因此 帶什麼樣的畫過來呢 我們稍後馬上回來 好 美國衛生部長 在明天就要來到台灣了 那麼跟總統蔡英文 也會來會面 那說是參訪口罩國家隊 但我想這個背後的意義 應該不只是參觀防疫 這麼簡單 因為台灣防疫做得很好 明鳳姐這背後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川普被帶畫過來呢 我覺得這個當然多少會有一些 這個政治上的意義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所謂防疫上面的訊息 應該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雖然說現在比較表面上是英國的 這個牛津大學 他有研發出這個疫苗 但是美國的佛企也說九月到十月的時候 美國會有新的疫苗產生 那如果說這位衛生部長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能夠在這個所謂 我想 我相信 就是說台灣的政府一定是跟他有這個交換疫苗 這個如何購買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個他們預計生產大概是十億支的疫苗 但是台灣大概只有兩三 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藉著這次來訪增加雙方的關係 到時候如果疫苗產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很順利的跟美國拿到疫苗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對於今年 這個疫情的時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這次來訪 當然就是說 他是用一個衛生部長 就說符合疫情的這樣一個名義而來 但是問題是他是在整個內閣裡頭 佔十二還是十三名的排位 算是非常高層級的一個部長來訪 所以說大陸已經跳起來了 大陸就覺得說 大陸一個衛生部長來訪 就疫情來講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敏感的正義性 但是他很怕你後面又跟的是財政部長 國防部長 這些更高階的人來 那這整個財旅法的旅行就非常的徹底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連續加強這個軍事跟這個 所謂外交上面對台灣的友好 已經讓美國 已經讓中國在外交上面 已經開始示弱了 接連幾次 包括王毅 包括楊潔篪 包括這個崔天凱 都已經一再呼籲說 這個我們不要再對抗了 中美的關係是世界上重要的關係 然後今天這個報紙上面都已經講了 中國的戰狼外交正式宣告停止 所以顯然就是說 這一波的壓力給中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無法承擔的重量 所以說你看這個外交系統 對於中國已經形成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 那你整個中國會來 接下來是要怎樣 具體的展示自己是示弱的誠意 所以川普畢竟在十一月三號之前 應該還會加大這個力度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請教范教授 除了這個明天衛生部長 美國衛生部長要來台灣之外 好 這個美國國防部長 也跟中國國務委員會間 國防部長好 來通電話了 而且還是只有中國在台灣跟南海附近的 破壞穩定活動表示關切 中方要求美國停止錯誤言行 避免採取恐怕導致局勢升溫的危險舉動 好 這一連串都是部長級的人物的動作 范教授怎麼看 艾薩來到臺灣 有沒有可能帶來更多重要人士呢 對 的確 這個明天他到臺北來訪問 這個是一個國際的大新聞 因為美國從一九七九年跟臺灣斷交之後 沒有這麼高規格的 就是內閣閣員裡面最高規格了 那因此他來之前在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這個部長說我是嫌 嫌命而來 嫌誰的命 嫌川普的命 所以我覺得這次他的意義是非常不一樣的 雖然是衛生部長 可是他的政治的意涵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當然剛剛講過 現在中國按照現在外交上來講 套句中國人講話叫慫了 什麼叫慫了 就是已經認輸了 裝俗辣了 就是這樣子 從剛才我們看到了 崔天海也好 王毅也好的講話 王毅也講話還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加強合作對話管控三個清單 所以首先是合作 而且說什麼樣都可以談 那過去的崔天海他現在也是很強勢 現在要講說我們要跟華盛頓 跟北京之間要緊密的合作 而不是背抗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戰狼外交結束了 表示習近平的路線已經被黨內的大佬 也就是我們大家昨講的北戴河會議 有沒有開不知道 但是黨內的不滿的聲音已經出來了 因為太多的高官 錢都在美國 太多高官的子女都在美國工作生活 他們很擔心這些人 他們的小孩 他們的家庭 他們在美國財產可能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所以過去中國的太子黨 他們是跟習近平綁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靠著你發財 可是我們互相利用 可是你現在惹到美國 我們這些太子黨的子女財產在美國 那你習近平變成是我的敵人了 他們變成鬧內訌 所以我覺得川普很厲害的是 他製造了中國這些太子黨紅二代 跟習近平的矛盾 本來他們是綁在一起的 還有就是習近平跟江澤民 派系之間的矛盾 為什麼 因為江派他們的財產 也很多在美國 好 那另外就是區分了什麼 中國人民跟中國共產黨的矛盾 所以你看到 蓬佩奧在七月二十三號 在這個尼克森圖書館的講話 為什麼大家叫做討中習文 他已經說了 我就是要跟中國對抗 而且你們世界各國 你們不是在選邊站 是中國跟美國 而是你們選邊是自由跟暴政 所以我們看到了為什麼現在 這個英國不准使用華為5G系統 現在連法國都不使用 那只剩下德國 那越來越少人只有 為什麼 美國現在打的是一個組合拳 各種方式都在組合 那這個情況就變成說 中國現在吃不消了 他本來要在海南島所辦的軍事演習 現在也縮小規模了 在雷州半島以西 變成什麼 在中國的內海裡面做 他不敢走出來了 所以你看看為什麼他最近在南海的聲音 越來越小 而我們現在反而是在我們的東沙島 派駐國軍 派駐陸戰隊 為什麼 這就是因為美國希望台美之間 共同來捍衛南海 共同來確保台海的穩定 好 那當然很多人都說 我們等一下問一下世間議員 這個彭佩奧下個星期 要來訪問捷克參議院 發表演說 因為我們這個說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記不記得大家說捷克參議院的議長 他要來台灣了 好 所以這個彭佩奧這時候來訪的時機點 剛好就是這個捷克的議長訪問台灣的前夕 所以大家有講說 彭佩奧很有可能會利用演說的機會 支持他來訪台 那這個捷克的議長 預計八月底會帶了九十個人的龐大代表團 來訪問台灣 按照捷克憲法 參院的議長未接僅次於總統 如果順利成行的話 將會是有史以來訪台成績最高的捷克官員 對台捷關係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議員這是不是很大的一咖 對 語靜 追求和平的第一步 就是做好戰爭的準備 那這個戰爭包括國防 包括外交戰 國防美國賣我們高階的武器 包括無人機 外交 他派他全美國第十二高的位階的高官 來正式訪問台灣 而且國務卿還去鼓勵捷克的議長 捷克的第二號人物 來訪問台灣 所以外交戰跟國防很清楚的 美國就是要告訴中共說 我就是要這麼做 不然你是要怎樣 中國三年前 他那個大外宣 利害了我的國 就讓大家看到他的真面目 尤其他對我們台灣 他已經講得那麼狠那麼絕 說他不但要學習台灣 而且他對台灣要留島不留人 這站在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的國格尊嚴自我彌合地 那麼我覺得外申部長來 實質上除了美國正式的政治宣誓以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項 就大家冷靜去想 大概三個半月四個月前 當美國最需要口罩的時候 那我們國家在這個部分 我們有超前部署 第一個我們人道救援 我們口罩去幫他們 第二個這個口罩 當時我們事實上 我們政府跟美國政府 其實有商量好一些事 就是他們願意跟我們共享 他們疫苗開發的結果 所以宇靜民想想看 如果口罩能夠去跟美國 換得疫苗這個開發的成果的話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三項內褲去換一套西裝 這對我們台灣是一大的鼓舞跟振奮 而且我們台灣實際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美國衛生部長 來我們台灣訪問 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成功換到有一套西裝 這個西裝感覺起來很威猛 也難怪中國最近要氣不氣的 為什麼呢 美國這個賣給台灣軍售 為什麼中國會覺得面子掛不住呢 因為面子掛不住的地方來了 中國裝甲車東風猛事 居然被印度士兵拿石頭砸穿 這個是紙糊的嗎 不只如此 東風二六導彈也被發現 彈頭上面 黏上海綿 是破烘的情況嗎 真是滿辣茶的 很多人說是紙糊的 我覺得應該是假能做 你看 這個印度車隊 居然砸出了中國的軍事機密 為什麼會被發現 就是因為印度士兵 想要報復中印戰爭 他就拿石頭砸砸砸 本來想說應該沒事的 沒有想到居然發現了 鋼板偷工減料的情況 好 現在習近平就要砸啦 查啦 那我們就想說 一般的這樣的軍用車 我們說漢馬車好了 也沒有那麼拉策吧 軍用車 怎麼居然是用石頭打得破的 玻璃都破了 原資怎麼會出現這麼拉策的情況 這軍用車是一架東風汽車公司提供的 那東風汽車公司其實提供了 非常多的這種車給解放軍 他大概提供大概 有史以來提供四十多萬輛 而且他在現役的軍車當中 東風的軍車就佔在三分之一 那這個其實他在六月多的時候 東風汽車就有發佈一個人事命令 就是說他們的副總 一個叫做陳建賢 另外一個叫周旺生 他們因為牽涉弊案 就被調查當中 那時候大家還不知道是什麼弊案 結果在八月初的時候 有一個旅美的一個民權活動家 叫做韓聯潮 他忽然貼出一個圍 貼出一個推特 他說有人跟他爆料 就是說原來 就剛剛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 中印邊界那個汽車的 居然會被印度印度人 他們用石頭就把它砸破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其實很難想像 為什麼 因為你一般的鋼板 你用石頭去砸 最多就是凹陷而已 怎麼可能會打破 結果後來那個推特就爆料 那個網友就講 原來這個車子 車子本來應該他在招標的時候 是用一單位大概一萬人民幣的 這樣的規格的 一個北岡院的特種的鋼板 結果後來他驗收的時候 原來是用大概一單位 一千塊人民幣的鋼板 就是像差了大概十分之一的品質 那我剛剛幫他算了一下 因為他們講說大概有五千台車 是偷工減料 所以你用每一台車 偷工減料九千塊人民幣 乘以五千台車 他們中間就偷工減料 大概價差是四千五百萬的人民幣 難怪要查了 這很多錢 四千萬人幣大概就是兩億多台幣 可是你知道嗎 這種事情從這麼爛的車 可以驗收一定是層層的 就是從最低階的工程幣 全部都送錢 而是用麻布袋直接送現金 那所以這次中共就震怒 就開始要去查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在網路上面 網友就覺得實在是 覺得很難想像 太瞎了 太瞎了 還有網友去辯稱 就說網路那個高原的車 本來就是要用最輕的鋼板車 所以真的很正常 馬上就被打臉了 就說那你乾脆用紙幅 紙幅的好了 用塑膠的更輕 那也有網友說 在酸啊 難怪我們蘇貞昌院長 上次說要去保家衛國 是說要帶哨把去打飛機 那可能是成真的喔 對 那也有人講說 以後我們是不是 中共的飛機來的話 我們就拿石頭去打就好 因為之前中英他們之前的內鬥 大家說他們的戰爭 人家不是說 居然是用弱伯戰大圈了 還記不記得那個中國 還捆了狼牙棒對不對 沒有想到真的是 這麼土把煉鋼 連武器都這樣子 連戰車也都這樣子 對 所以 那會想要打仗 中國有沒有想太多了 對啊 人家說印度的軍事武器 就已經很慘了 沒有想到中國還更慘 對 而且我剛剛講了 而且這個中風汽車 它大概提供了解放軍 四十多萬輛的車 汽車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它飛機到底是怎樣 搞不好也是一樣狀況 好 當然我們說 不只是這個戰車很爛材 我們來看一下 帥造 原本 不要看這個膠帶 好像還覺得滿帥的 但是一貼上膠帶 怎麼會這樣子 還外加海綿 軍事迷就崩潰了 好 這個是東風二六的 彈道導彈射程 可以達到關島 沒有想到 還被稱為是關島快遞 關島殺手 好 最近被發現了 它的彈頭正面罩 居然出現了 這是小朋友的勞作嗎 膠帶加海綿 這個是殺人武器 瞬間拉採 創下個兒 怎麼會拉採成這個地步呢 東風二十六對解放軍來講 對中國的軍事民意來講 是非常振奮的一個消息 是 當它那個拿出來 推出來以後 他們宣稱 他們只試射過 大殺器 十顆東風二十六 換掉一艘美國的航空母艦 划算 所以他們講的 因為他說他射程是五千到六千功能 那現在呢 然後他們還講的更偉大的是 他的彈頭是特殊設計 多特殊 我們看他們那麼特殊了 有海綿 有膠帶 當時他講說 他的射程出去之後 他可以彈頭是特殊設計 接近航空母艦 以十八倍的音速打下來的時候 會自己有接收各種訊息 緩慢的自我偏移 正中航空母艦正中心 所以大家想說 這個真的很偉大 但是他二零一九只有發射過一次 有沒有集中目標 沒人知道 到底東風二十六多厲害 關島快遞 美國的航空母艦 你每支雷哥號都會打成 大家都很緊張 今天看到了 他的彈頭真的是特殊設計 這樣一個有海綿有膠帶 這樣一個特殊設計 全世界都沒有看過 所以東風二十六 到底是不是真的所謂的關島殺手 是不是能夠把航空母艦給打掉 大家不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 大陸很多網友就想說 難怪曹仙 金正恩和北平 曹操是鐵桿的兄弟 這個是金正恩 他在七十週年的時候 閱兵的時候 這是什麼 閱兵的時候 他的部隊雄壯威武 他的部隊裡面 你看 每個人上面都還有彈藥 榴彈 結果大家一看 這不是也是模型嗎 是模型 是假的 無法開箱 無法開箱 所以東風二十六 那時候他們在七十週年的時候 拿出來 大量的車子擺出來 給人家開得很漂亮 我們誤會他了 他其實是模型 他其實是 模型就是跟金正恩一樣 那個叫做 戰略上的欺敵工具 所以美國 所以到現在為止 其實東風十一七 東風四十一或怎麼樣 但是全世界一直對東風二十六 很有興趣是什麼 宣稱是關島快遞 但是他真的只試射過一次 然後有沒有打中目標 全世界都沒看到 就跟剛剛講的殲二十一樣 官媒宣稱有打中他就是有打中 跟金正恩一樣 金正恩已經亮相五年了 但是全世界沒有看過他 真正的 是一個神話就對了 沒有 中國的話就是 大外宣永遠比大內宣更厲害 所以我們就看看了 但是金正恩一定非常心外縮 原來我的做法 習近平也跟著學了 至於像是中國駐港的這個 他們就不是最近 都有很多實彈演習的 那種影片PO出來嗎 結果沒有想到居然是怎樣 倒車 學習蛇行 還有跳火圈 這不是一樣的事情嗎 這個外宣會不會太誇張了 做馬戲團比較好 對啊 這是馬戲團 就跟金正恩的那個不是 他們北韓的兩百萬特種部隊 可以繞鋼琴嗎 但我們來看看還有更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鄭州艦大洋入水 但是為什麼士兵被艦門 重傷 打中 這是太爛臟的事情了吧 正好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影片當初在網路上被播放的時候 大家也嚇一跳 那因為那視頻很有趣 就看到是兩個人使命的去堵住 堵住這個艙門 那這個艙門這是什麼的艙門 不是一般漁船 這是鄭中艦 鄭中艦號稱為是中華神盾 是非常好的驅逐艦 結果他們在航行的過的時候 這個板金竟然裂掉斷掉 他們要派人去擋 派人去擋就算了 結果海浪太大 這個門忽然打開 所以擋的人其中有個人重傷 被這鐵門打到身體被重傷 所以說其實中國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畫面 你看好好的鄭中艦裡面 全部都淹水 你不講我以為是什麼地下道什麼 就你看鄭中艦裡面的所有官員 我們正常來說官員都是 官兵都是要作戰 結果沒有 你看水忽然沖進來 讓官兵當場不省人事 然後每一個官兵都在搖水 這不是古代 不是海盜 你下雨還要去搖水 你如果你的船艦光是出去 都需要去搖水 沒有辦法去做武器發動系統 沒辦法去操船 你看這大水一進來 這個人真的滿可怕 你看這個人直接被打到 聽說是重傷 沒有辦法去做武器發動系統 沒辦法去操船 你看這大水一進來 這個人真的滿可怕 你看這個人直接被打到 聽說是重傷 所以說中國很多東西都號稱很厲害 可是其實我看起來都是心靈戰鬥力 就是他心靈的戰鬥力了 但我們說要請問一下範教授 不得不說還是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中國宣告 下個星期二開始要在東海的舟山海域 展開實彈軍演了 這個反擊意味相當的濃厚 我覺得他只是做個樣子 就是因為那個美國衛生部長 早晚要來派他訪問 但實彈軍演耶 所以他只是做做樣子 嚇唬嚇唬大家的嗎 對 我覺得我們不用太緊張了 那他只是 他總是要對他 內部有交代嘛 就表示我在那邊 碎瘦肌肉啊 感到內部的不滿的情緒 有所發生嗎 上次蔡英文的時候他在下門的 但是他要小心啊 他不要誤射啦 受到美國軍艦他倒打沒啦 到時候反而真的就是 對啊 美國川普現在就希望能夠掀起一個 跟解放軍的一個對峙 甚至較量 亮個劍 這是他現在需要的嘛 因為他的民調現在跟 所以可以慢慢再往上走的嘛 就是因為他打擊中國 打擊得越大力 他的知識度會越高嘛 所以他當然現在 他想把握這個機會 反而是中國呢